这一封李前总统所发表的亲笔信当中 整封信全文分为十个段落 不只是写给全国人民 也针对最近的时事发表看法 尤其是九二共识跟两岸关系来看 李前总统特别强调 过去96年他选总统的时候 打飞弹 这根本就是武嚇 那么现在国民党情势危机 就逼迫政府要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这就是文攻 那么还有阿扁的议题 他也提到了 用一个人去否定其他人 这根本就是中国封建思想 这是不符合民主潮流的 还有李前总统也提到了 女人当家潮流等等 李登辉似乎都刻意放大 用文字跟马总统最近的论述 隔空呛响 不管怎么问 李登辉写信挺小音 马总统就是冷处理 但两岸政策过招 前后任元首永远向平行线 没交集 马总统始终坚持九二共识 却不断挑战李登辉的两岸立场 挺小音的亲笔信中 阿辉伯反呛 中国1996年打飞弹就是武嚇台湾人 现在趁国民党选情危急 才逼迫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李登辉还强调国民两党都有自己的历史包袱 用一个人去否定其他人是封建思想 一点都不符合民主精神 听起来似乎在反制 马总统老是挂在嘴边的这番话 李登辉每一段话都像是给马总统回马枪 但针对女性特质 懂得疼惜人民当领导人更适合 别忘了马总统一度也意外捧了对手蔡英丸 还是女人囊架比较有用 还是女人囊架比较有用 选前敏感时刻 李前总统表态挺小音 沉默的文字却刀刀见骨 更像是隔空PK马英九 三列球百少文凯成台北采访报道